君がいるから 諦めない ありがとう 君に会えてよかった 上一集第一日到部署的御宿夜奶酒店 其實是有接駁車去富山車站的 但班次就不多 而且我們還錯過了班車 所以我們還是乘回路面電車出去 由於旅程的第三日 我們會一早出發 開始立山黑暴之旅 所以今天旅程第二日 我們就轉去一間近車站 和便宜一點的酒店 就是這間Upper酒店 之後我們就開始富山的行程 富山這個地方 除了是去立山黑暴的必經之地之外 還知不知道有什麼出名呢 OK 不只不要緊 繼續看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剛剛就由富山站 乘搭了大約20分鐘的車 來到高崗站 這裡就是大名鼎鼎鼎的作者 由車站走到大約10分鐘的距離 大佛高18.8 mm 公尺 是大型同鑶佛像 而高崗市是日本最大的 Asian 式業運產 網上更有人覺得它是最英俊的大佛 看那齁 我 prote 看看 挺帥的 高光追游車站旁邊有高光路面電車站 首先看到很大的叮噹油箱 放進去寄的信和明信片都會有很漂亮的叮噹油 然後我們就進去搭車 這裡可以搭到多拉A夢電車 即是叮噹電車 這條線是屬於萬葉線 連結高光市和射水市 咦?叮噹呢?又說有叮噹的? 咦?不用心急 因為叮噹列車只有一輛 一天只會行駛七至八次 所以要配合時間才會見到 來了來了來了 整輛列車無論車身和內籠都報滿叮噹圖案 我去那時剛巧撞上旅行團 好多人啊 好厲害 剛才這個大龐台灣旅行團終於走了 現在整輛車廂都沒有太多人啊 很開心啊 雖然這次不是我第一次坐這輛車 你看我現在都非常興奮 因為上次坐的時間很短 今天我就有很多時間 可以坐很久很久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叮噹 所以大家的心情很興奮 真的很棒 整輛車都在叮噹 巴巴也是 這裡也有 窗也有 很棒啊 說一個叮噹的冷知識 給大家知道 不過可能大家都知道 叮噹就是出生於2112年 出生前的100周年 即2012年 高江市設計了這輛叮噹的列車 短短一年期間 已經超過了10萬人次乘搭 然後增加了高江市的人氣 它本身有個期限 好像一年 但它不斷不斷續期 現在限定到2018年的7月 但是 講個內幕給大家聽 因為上次來 我問過高江市市長 其實它的限期 是會無限期延伸的 所以 應該夏年夏年再夏年 可以繼續搭到這輛車的 好開心啊 這輛車真的很棒 這裡還有 多拉伊門叮噹的高度 我高於整個頭 看到嗎 很矮 如果大家都想遇到沒有人的車廂 沒有人的叮噹車廂 可以像我一樣 從高江站到總站 然後再由總站 回到高江站 需時是1小時40分鐘左右 看看你對叮噹的熱愛程度 我的熱愛程度 令我覺得很值得這樣做 而且覺得時間也不夠 沒有人的 現在沒有人的 這輛車廂很棒 不過已經拍照 拍完片了 現在先休息一下吧 說笑 現在是1小時 聽說 高江ём旅行 高江市的 多拉伊門叮噹元素 當然不止至少 高江車站對出 還有1條 多拉伊門散步道 記得高江市 這是日本最大的銅製品的產地嗎 大部份 所以散步道還設置了許多多 多拉伊門叮噹 以及其他同伴的銅像 總共有12座 我們來到富山車站對面的CIC 鎖定了裡面的這間餐廳 我們又再次顛倒了吃午餐的時間 現在已經是3點9了 富山有三樣東西是必吃的 包括昨天的白蝦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即將要吃的黑拉麵 還有明天吃的早餐 明天才告訴你 現在要介紹這個黑拉麵給大家 我就選了這間 叫做 Iloha的黑拉麵店 已經成為東京拉麵 五屆的第一名拉麵 是不是很厲害呢 傳聞中黑拉麵的湯底是很鹹的 讓我試一下 究竟是否很鹹 比我想像中沒有那麼鹹 它的魚介味很重 是好喝的 看起來好像很濃 但吃起來又不算很濃 好了馬上試一口麵 看看有沒有看到 很黑的 第一口的感覺是很不錯 好味 它的麵質是黏硬的 帶點爽口 是好味 真的好味 每一條麵都吸收了湯底 所以你見到麵是黑色的 真的很好味 嘗嘗它的筍有沒有質素 有 好味 很香 肉都可以 很軟 完全很好味 除了有黑拉麵之外 它還有雞白湯拉麵 我就叫了一個黑一個白 所以 試一下這個白湯底 好吃 很重的蔬菜味 除了有雞湯味 還有很重的蔬菜味 感覺好像很健康 明天是雞胸肉 但不會覺得很粗口 高品質的雞胸肉 這個麵 明顯放在這裡是軟 和剛才的黑拉麵不同 剛才的黑拉麵 放了一段時間 還是有咀嚎 還是有雞胸肉 但這個就沒有了 我也是不適合 經常擔心拍攝 吃到整天 食物可能會變冷了和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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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